我们上一章读到什么是刹那 大家有复习吗 什么是刹那 什么是不 那个什么 不是刹那 那个刹那就是从你 那个什么一向一流线 所有的一切诸法 那个就是刹那 有一个东西不是刹那 那个东西就是什么 如来藏 这是上一章 今天这一章 就是289 到291这一章 我们来读 好 大家放到289 其实 大会菩萨又对佛说 无关 又说佛事 皆是 硬化而做 又说诸事刹那变现 又何故说金刚立事 藏随 藏随从护卫 何故既言有众生得捏盘 而却又说本迹不可知 何故 何故佛出成道时 有诸谋扰乱 何故 单遮婆罗门女 曾放于佛 何故佛曾有起不到时 空 波 而回等事 师尊既有此等 悦障 为何得成佛制 既得佛制成佛了 为何又不离此种种过失 这是大会一连串的问题 那么在读下一段之前 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如来何故为阿罗汉 受无上正等正绝记 大家记得吗 前几章有讲到 佛有两种加持 记得吗 第一个就是加持阿罗汉 佛加持阿罗汉之后 变成成成成八地 另外一个就是加持十地 为什么加持阿罗汉 加持阿罗汉 阿罗汉一旦加持下去之后 他就成就到八地 成就八地 所以为了要 为了不让阿罗汉 落入烦恼 知道吗 因为圣文圣依然还有烦恼 所以加持阿罗汉 为什么加持十地菩萨 比如说你修道成就十地菩萨 祖佛来给你灌顶加持 受法职位 受法职位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要让你进入如来地 这是两种加持 这要记住 好咯 那 这个当中我们再看 1 2 3 4 5 好 大家看第几句 第1句 第2问 第2问 第3 第4 第5 佛事这一世 硬化而做 那个佛事 是指什么 那个佛事 你不要想 不要想成佛事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诵经 做法事 那个是佛事 不是 我们现在在学习佛法 这个就是佛事 比如我们或是办一些法会 我们所谓的法会 所谓的法会就是 比如说你到哪一个地方去 去演讲佛法 那个是佛事 比如说某一尊菩萨到哪一个地方 去怎么讲 去度化众生 就讲说佛法 那个就是佛事 所以对佛事的概念要知道 好 如果你要 比如说我们在硕博世界里面 我们要办佛事 怎么办 你凭什么来办佛事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发心 发心 来 共同学习佛法 希望能够成就佛法 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道场 或者是说建立很多个分道场 这个都是佛事 那是佛事 这依什么原因你可以做佛事 要想就要联想 这个佛事 你依什么原因 你可以做佛事 就是依于你的大愿 你要有这个大愿 所以任何的佛事 都要依于大愿 依于愿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个什么 第二段佛的开示 第一段就是大会不上 他对佛所提的一些问题 尤其又说诸事刹那变 有没有 就是刚好上一章我们所说的 上一章所读的 好 佛说好好听着 我当为你解说 大会 我为那些自以为 正那盘 便是成佛的声闻 方便说 与之受计 目的是尚其 让其精进菩萨行 尽修 能够尽修到菩萨 因为你要让声闻 要声闻 不再落入烦恼 进入到菩萨行 这个不应该念行 应该念恨 菩萨恨 这就是菩萨功德 凡事有菩萨心 乐求声闻涅槃者 我令其舍事心 而尽修大圣 所以 方便说 与受计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复习的 这个受计 是化身佛 给硬化的声闻受计 并不是法性佛 所给的受计 这化身佛 不是法身佛 大会 给声闻受计 是一个方便说 大会 佛典所缘 佛与两圣 无差别者 只就断除烦恼障说 这就很重要 就佛跟两圣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 就就就差在哪里 就差在你对那个烦恼障 对烦恼障 有没有有没有断除 并不是指所知障 断除所知障 要见法无我性的时候才会清净 所以我们讲 我们讲说 那个所知障 就是要 要怎么样 要见法无我制 要证 法无我要证 那个什么 烦恼障 就是要证 人无我 所以这个地方佛再一度的强调 所以要见法无我性的时候才会清净 法无我就是你要证法无我就是你对事项要了达 烦恼障者只见人无我 这个时候只有舍离什么 舍离七转世 断除诸法障碍 障世习气等才是究竟清净 这个地方就是佛再开示一次了 就是说烦恼障 只有正人无我 就是说烦恼障只有正人无我 你要舍弃什么 舍弃七转世 断除诸法障碍 障世习气等才是究竟清净 这个地方就是佛再 再开示一次了 我们是孙文圣 孙文圣还有烦恼 孙文圣烦恼就是他法无我还没有证了 我们讲说你看 就是说六四妹前妻是通通妹 六四妹前妻是通妹 这个时候就是那一盘 可是你葬世里面的习气 八四田里面那个习气 那个习气要清净掉以后 你就会达到什么 达到这边讲的就是究竟清净 你就是达到面外如意 知道吗 这等于在前面 前面在针对前面所开示的 再开示一次 大会我依本然常驻之法 故作此说 非与前佛所说有意 这并不是跟前佛古佛所说有所差别 虽然语言平等 但言语生媚 虎有自信 大家要注意 在提到你看最近经常提到这个言语 有没有 就说你只要提到你要证 你要证一定要讲到这个言语 为什么呢 因为 就回到前面几张讲了 就是说言说跟真理 言说跟真意 这两个意跟意 就讲到这个东西了 因为 所有的法 本来就没有法 可是你就必须透过这种言说 你才会办法 怎么样 才会办法传达出来 而且各列众生的言语都不一样 语言都不一样 所以必须要透过言说 所以这地方再度的提到就是说 提到就是说 这个什么 一切的言语都平等 但是言语生媚是没有自信的 大会如来正知 无有妄念 不带思虑 然后为众生说法 如来久以断三界知 一切见识烦恼 两种生死 两种生死知道了 就是分断跟不失意便利生死 断除烦恼 所知 烦恼账跟所知账 这个是在 呃 讲到就是说 诶 那个言说 言说 言说是没有自信的 可是你就必须要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言说 来把正法给传导出来 所以 这边 讲到就是说 如来他是没有妄念的 没有妄念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再讲 大会 意 及意识 掩识等七种识 以妄想习气为因 是刹那无常性 离无落善 不能往来六道 如来葬姓常 能持生死流转 是涅槃苦乐之因 凡乎不知 望着于空 他说这个如来葬 如来葬 我们前面就讲 这个都是要复习前面的 就是说 前面不是讲说 那个常跟无常吗 有没有 他讲到外道 外道的常 跟无常 这都要再复习一次 就说如来葬他是常 这个地方讲如来葬 姓常 这时候的姓常是在讲真常 真常 他说能持生死流转 就是 就是这样子 我们能持生死流转 说这个是如来葬 这是如来葬 那个什么 我们讲说 前面讲说那个什么 以妄想习气为因 有吗 妄想习气为因 就是说你 如来葬本来是清静的 你因为 因为夜相一流线出来 万华就出来 所以他持什么 那个 仗是持什么 能持生死流转 是捏盘 是苦乐之因 所以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如来葬 如来葬是 一切的 那个什么 捏盘 苦乐的因 是从这个如来葬 这边出来的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他会化身佛 方便 献众生相 有金刚 律世 谁是 慧父 非法身佛 法身佛 离一切形象 两生外道所不能知 离一切妄想 而献受法位之乐 智慧具足 不需金刚 律世 护卫 这个讲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法身佛 化身佛 化身佛就是 他就四献众生相 四献出众生相 四献出众生相 就有金刚律世 随世护卫 那讲这个法身佛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所学的 我们现在所学的 就是 法身佛 我们所要证的就是法身佛 你一旦证法身 那就是献出 报身跟 化身 所以这边在强调 法身佛是 离一切的形象 这是两生跟外道所不能知的 为什么两生跟外道不能知 刚才前面有讲的 就是因为 你那个什么 那个 圣文圣啊 他这个 那个 杖势里面的习气 还存在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法我 所知见 所知障 那个 还没有 还没有断除 所以这个 这个是那个什么 外道他没办法了解的 那个什么 两生 他也没办法了解的 所以他是远离一切妄想 限受法位之乐 智慧具足 这时候你不需要金刚力士来 慰富 所以一切化身佛 不是从义身 不是真佛 那个真佛就是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真如 本性 所以这个化身佛是什么 依真而起 依什么真 依你的真如本性 那也不离那个真佛 就比如那个陶降 以泥水等 而造器皿 化身佛也是一样 纵向具足 而远说 而远说法 但不能自正圣志所行之境 这个自正圣志所行之境 就是那个法身 就是法身佛的境界 这个要提到化身佛跟法身佛的那种 那种差别相 又大慧 与痴凡夫 见此生媚 不见未来生 顾其断见 这个就断见了 断见就是说 我们这个摄身 我们这个摄身 这摄身 这一身 这身 生命桌起完了之后 完了之后就 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未来生 这个就是一个断见 然后不知藏事 念念留住 顾其常见 我们讲说夜象 夜象在不断的留住 夜象流线 那个就是藏事念念留住 我们通常凡夫大哥认为说 他就是一个场 就是这样子 他不断的流线出来 我们比如日光灯 如果频率一高的时候 你看不到每一点的变化 那时候以为那个就是藏 那就是一种斜见 你如果认为这样的是藏 那就是一种斜见 所以自心 忘分别想 是其生死本计 所以说本计不可得 所以什么是本计不可得 就是说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你起了常见 也起了断见 那个就是本计不可得 那就是生死本计 那么离开这种希望分别 就得解脱了 所以一解脱 四柱烦恼就断了 远离一切过失 那个四柱烦恼 我们上次在读 什么圣文圣的五种 五种修行的次第 那个四柱烦恼 知道吗 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助地烦恼 这个助地烦恼简单讲就是说 你生死你的心 生死的心 那个就是无果 那个就是烦恼 这些什么东西会有哪些现象 大概分成一个是一切的 那个见地烦恼 第二个就是 三界一切的那种那种那种 见惑 接下来就是异界 异界驻地 异界驻地 就是你在异界天以下 异界天以下的一些烦恼 异界烦恼 那么设界异界天以下烦恼是什么 异界天的烦恼大概就是贪 贪真吃 就是在异界天就是在修那个什么 修死善业 那设界的烦恼 设注地 设注地是什么 就是设界天 我们设界天就是 设界天有几天 设界天有几天 19天 是不是 是不是 几天 4 3 3 9 18天 设界有18天 设界的 设界你就是执着在什么 这时候的烦恼是执着在什么 执着什么 执着什么 这个设界的烦恼 你一旦到设界就是修禅定 你一直在执着 执着在 执着那个禅境 执着那个禅境 那就是一种 一种注地的烦恼 我们统称 另外一个就是有爱 有爱就是 有爱是什么 你在执着 无色界的 四空天 你在执着那个东西 那就是有爱注地 所以 四种注地烦恼 就是这四个 好 你 感谢观看